议员王彩云为了照顾县内农民的权益 在今日上午的定期会中 特别关心生产设备补助缺乏的问题 向县府农业处提出质询 你听到你都说这个农具都有你补助 不过补助为什么会减少 处长 我一直在说 先让我们的农具一直在监照 议员王彩云进一步指出 老农今天从4000涨到7000 但是农具补助却大幅减少 明显是挖东墙补西墙 并未提升农民的权益 希望相关单位加强农具设施的补助 这个老农今天 我来自4000涨到7000这些 我一直在说这些农友 当然老农家带着这些钱很高兴 不过你看这些农具的补助 都在这些什么原因 他在这些钱 要补助的钱 农中来发这个老农津贴 尤其南大管政府 我们本来我们保理地区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农库 你如果发散农库也没办法包招 农民加入农会会员 就可以享有老农津贴的福利 然而加入农会会员的资格规定 却总是一改再改 并且相关单位也未发文通知 让许多农民都摸不着头绪 议员陈淑惠也特别要求农业处 尽速改善 在我们目前加入农会会员 这个条件 一改再改 有时候一年当中就改整一遍 所以在这里也要请我们农会处 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农会保险保 来做一个建议就是 当农会会员主级有异动 法令有修改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有农会会员 发一张公文 议员陈淑惠也建议 利用宣导的方式 告知农民的权益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苦民所苦 重视农民的权益福祉 民意新闻洪佳燕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